我還傻逼逼地站在舞台上 黃宗志一舉約馬就衝到專家台 向我不斷地撲過來 一路撲,一路瘋了地叫 你,你為什麼搶百歲年? 你為什麼不搶故宮? 我任由他拉著衣領,整腦漿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也太混亂了 黃宗志繼續罵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是不是梅蘇蘭那隻老雞? 我告訴你,我很迷惑 回頭問你,你在說什麼? 黃宗志繼續屯沒盲飛地叫 一定是,一定是那隻老雞娜做的 那隻老雞娜對黃黑墓如情未了 靜悄悄說那個計劃給孫女細節 是不是?是不是? 這個時候,一個陰冷的聲音插進來 你,你罵誰? 誰是老雞娜? 黃宗志一看,眾愛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爬上舞台 一看老火,馬上就全部撲向他倒 我說誰? 我就說那隻吃碗面,反碗底的老雞娜 還有你,你這隻三隻狗 你全家都是廢柴 全部都是你們出的這樣的糞便 現在好了 好了 我怎麼跟百歲年交代? 我怎麼跟股東交代? 我當初為什麼要救你出來? 不是呀,我救你,不如救那隻狗 眾愛說,手腕一翻,寒光一閃 黃宗志的眼睛都瞄得那麼遠 喉嚨上面,就多了一條血痕 眾愛說很平靜地,把匕首丟在地上 順手將它一推 喉嚨,黃宗志只發出喉嚨這樣的聲音 雙手掩著頸,就躺下了 眾愛說,冷冷地看著躺下的黃宗志就說了 你不應該這樣說我阿波的,黃先生 其他人已經發現了黃宗志的慘狀 專家組和主持人,個個都向後縮 我也是心都寒了,馬上退後了幾步 鍾愛說,另磚頭 嘴角帶著濃濃的智潮就說了 這麼精妙的報告 我最終都是輸了給一個人的原則和堅持 不愧為許大哥,我還是那句說話 我很欣賠你,也很敬仰你,很羨慕你 你就是那個我一直都想成為的人 我大聲就問,究竟什麼回事 你說吧,究竟發生什麼事 可惜,鍾愛華已經給不到答案我 那些暴安如狼似虎地爬上來 一下就按下了她 鍾愛華完全沒有反抗 任由她們把手壓到她背後 但是她的頭一直昂起身 看著我,目光平靜 最後她說 幫我扶扶阿波,謝謝 我轉頭,看到沒有人扶著的素 慢慢地走向舞台 她兩隻眼已經看不到 只是靠兩隻手在摸 我,我走過去,伸手扶著她 壓低聲就說了 不要上去了,黃忠志死了 是鍾愛華做的 素姐整身震了一陣 跟著整個人就坐了落地 雙手掩著臉 幹壳的眼窩裡 終於流出眼淚了 鍾愛華被保安一推 就帶了出會場 那些媒體已經注意到 這一件意外的轉折 全部好像發瘋一樣湧了過來 將鏡頭對準黃忠志 和被人押走了的鍾愛華 舞台上馬上亂 暫時沒有人留意到我和素姐 我看著這個真可憐的女人 心裏甚麼怨恨都沒有了 我滑低身 將鍾愛華被人帶來會場的訊息 告訴素姐 素姐嬌起頭 雙眼無神地在我的臉上掃來掃去 最終 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就說了 唉 命啊 真是命來的 我一動都不動就問 我不明白 不用我繼續追問下去 素姐就知道我不明白了 她搖了搖頭 就說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明白 事實上 你的事百歲年從頭到尾都知道 我大出所料 素姐繼續說了 鍾愛華第一次拜訪大海宴的時候 已經在宿舍那裡放了偷聽器 我心裏面數臭了一下她 原來是這樣 這樣一來 我們談的事 更愛華全部聽得清清楚楚 我說她為何後來不黏著大海宴呢 原來有我們前人挖整 她在後面喝水 不單止大海宴 後來的流戰鬥 繁波 圖書館 你接下來接觸的每一個人 百歲年都跟進了 這三個人裏面 流戰鬥爭到我入骨 繁波家境貧困 圖書館的錢還要過一條命 百歲年想從他們三個打聽消息 可以說是易過借火的 但是素姐沒有提到大眼雞 她被人踏在監獄 不是輕易可以接觸到 但是已經不重要 從這些人獲得的情報 加上素姐 本身就是余信流之戰的親力者 他們只要稍稍分析 就可以推測出 清明上河圖 和及春塔花圖之間的關係 就算你前往現交 百歲年都有人釣著尾 所以你手拿著殘片那件事 而且他們一直都是清清楚楚的 我聽到這裏 那背脊一陣寒涼 唉,真是西非尼 我以為自己的行蹤已經夠了機密 想不到人家一早就看得過一清二楚 我再仔細一想 馬上就領悟 所以 你們把我綁到九龍城寨是假的 把那個殘片調包才是真的 素姐點點頭 她點通了我 我馬上就明白到百歲年的算盤是怎麼打的了 素姐說 他們綁架了我之後 將那件殘片從我的鞋底那裡抽走了 用一張一模一樣的假殘片替換 你一張假殘片上面 故意畫了幾條墨痕 可以和故公本的清明上河圖的物跡拼在一起 構造出天下一人絕額的假掌 而素姐在九龍城寨和我說魚順流故事的時候 故意強調了一句 在及春塔花圖上面有天下一人的花額 這樣就給了一個強烈的暗示我 接下來 我不知道被人調了包 就帶著殘片離開九龍城寨 來到會展中心 然後就按足百歲年的劇本 將偽造出天下一人的殘片 當正成可以證實故公真品的鐵拼 開幕式那個隱居草爐的窗頭 正是百歲年特意安排的 王宗志趁我在草爐的時候 首先向觀眾指出殘片絕大的破綻 滑定淌等我踩 只要我探出殘片 用天下一人的鐵拼去證明故公本 相當於在眾目攜攜之下 自己蓋自己兩巴 自掘墳墓 故公本 自然而言就是假的 這個本身是一個萬無一失的精巧佈局 我越是憎百歲年 越是想證明故公本是真的 越想幫五脈脫困 就輸得越慘 可惜的是王宗志 去千古萬古都估不到 我在關鍵時候 注意到絲券的異統 做出一個完全出乎意料的選擇 將殘片放回到百歲年的本身 這樣一例 王宗志精心佈置的一切安排 全部反誓回頭 一夜就翹起了百歲年自己 令到整個局面反轉 他們打到算盤爛了 都想不到 我會堅持真相 哪怕這個真相 和自己的立場是相違背 如果說那個布局有什麼破綻的話 那就是他們低估了人性 他們搬起了人性的石頭 反而還打到自己的腳 回顧這幾天的細節 我整身冷汗出了 百歲年的布局 真是沒得彈 我以為我只在鄭州 中過一次圈套 沒想到 立即就有第二個圈套等著我 從頭到尾 我都在他的算計之中 魂魂惡惡惡完全不知醒 只有我在舞台上 會變對原則稍有動搖 就會進入萬劫不服的地步 我就問 這些計劃 都是鍾愛華想出來的 素姐就回答 是啊 她是聰明仔 可惜 她的命生得太苦了 為了保證 這個殘片看起來有足夠的真實 她突然從百歲年的 清明上河圖到 折了一折下來 沒想到 這個體似是保險的行動 最後竟然成為了失敗的原因 素姐停了一下 搖搖頭就繼續說了 不是 換著其他人遇到這些情況 一定會收藏不說的 剩下你 才明知 會益了仇人 也會堅持 說個真相出來 我看著素姐 很嚴肅地說了 人生在世 總要堅持一些 看起來很蠢的事 退一萬步 即使是百歲年最終會贏 我同樣都會這樣選 我是一個鑑保人 眼裡就只應該 只有爭和毅 素姐抬起手 摸了摸我的臉 聲都震了就說了 我 替愛華 多謝你 至少 他以最安慰的方式 輸了 你知道嗎 這個小孩 一直都很崇拜你 真的崇拜到不得了 你沒有令他失望 他的夢想沒有破滅 五脈 至少還有真正的一朵 明眼梅花 素姐向我攻了一攻 然後帶回個墨超 我想上前府 但是他就拼了我的手 向著他外宣被人帶走的方向 慢慢摸過去 大步大步走得非常堅定 我牛了地站在原地 我心裡說不出任何滋味 這個時候 柳谷和其他五脈的人向我走過來 柳谷很高興地拍着我肩膀就說了 哈哈 這場大龍鳳一出 還有高層內控被殺的戲碼 百歲年 算是雨到跌落地了 我看怕這幾年 不要想進軍內地 在這裏站不站得穩 都還成問題 做得好啊 其他人到七嘴八舌地插來 和我道河 他們都以為我神機妙孫 一早就識破了百歲年的圈套 還反手令到他們自傷殘殺 根本就不知道 我現在才經歷過天人交戰的痛苦 和空險 這些讚餘令到我非常疲倦 我現在想的是 但是 盡快去到馬黎醫院 艷艷 還在那裏等著我 無論如何 一切都結束了 五脈的危機解除了 我也算幫自己贖罪了 清明上河套是真的 但是五脈 在這段期間暴露出的這些事 也都令我好心寒 至於這個古老的組織 到底會不會繼續運轉 金錢大潮的卷襲 會令到它變成什麼樣 這些都是我控制不到的了 舞台上 那幅黃黃大戲的便良畫卷 依然平靜地攤開 以無比沉靜的氣道 披露著周圍所有的圈囂 在過去的千年時光裏面 他無數次見證了欲望和理想的碰撞 今天發生的一切 只不過是他漫長經歷裏面 的一個小小的片段 我突然想起劉一鳴那句說話 人鑑鼓 鼓亦都鑑人 我今天來鑑定清明上河套 何尚又不是清明上河套 在這裡考驗我呢 希望這一次考驗 我還算合格了 方鑑分開人群 向我走過禮 他在這班人裏面 唯一一個靜然可以保持平靜的人 我衝過去 問他警察有沒有去到九龍城寨 有沒有發現若不然 方鑑回答 剛好有消息傳回來 你說那個地方 只是發現一攤血 沒有見到任何的屍體和傷緣 我就問 你的意思就是 若不然 鷹順利地走了 我一路說 心情有點複雜 方鑑閉起眼就說 老潮鳳的地下勢力 不單是在內地 我聽到這個名字 好像兜盆冷水 由頭淋到綠腳那樣 這個熟悉的名字 提醒了我一件事 我和這個宿敵 還有一個約會 電話那邊傳來了老潮鳳的聲音 很倉老 但是很精神 小許 你好啊 若不然呢 他很好 你放心 我有三個問題 哈哈哈哈 三個這麼多 你當我阿拉丁神燈嗎 好了 來一次我們合作很愉快 我答你三個問題 我回來想了很久 百歲年在九龍城寨 根本就沒有想著殺我 他們想的 是我合理地離開城寨 不產生懷疑 這個時候 若不然就出現了 還帶了我 做了一出勝利大逃亡 這個根本就是 你和百歲年安排好的 怎麼會呢 我和他們 是敵人 哼 你不過是兩邊落珠 你這隻坑底牛 如果我輸了 這個就當送給百歲年一份人情 如果我贏了的話 就是送給我的一份人情 唉 年輕人 沒想到人性這麼灰暗 哈哈 對著你 我真的沒辦法樂觀了 那你至少不要把小藥想到這麼灰暗 他真的打算去救你 他究竟吃了什麼迷藥 為什麼會一心一意跟著你 你到底拿什麼要脅他 這個 你自己去問他 你這些年輕的古靈精怪 我做不到代言人 好了 第二個問題 我始終想不明白 揮宗時期的畫院 應該都是用雙絲卷 但是故宮本的清明上河圖 用的是單絲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問我呢 去問劉一鳴 現在大局已定 從五麥那裡 我拿不到答案 老潮風沉默了一下 才慢慢說 廢中畫院的畫師 亦都分三六九等 可以獲得的不默子彥的品質 自然就不同了 張澤段最開始的地位不高 或清明上河圖時候 用單絲卷也不出奇 直到宋廢仲親筆品題 他那個朵才響起身 現在你知道 為什麼清明上河圖 沒有張澤端的著名 他原先的名氣太小了 都沒有著名的資格 等到天子余筆簽題之後 他就更加不敢補簽了 這個就是你的解釋嗎 如果我是劉一鳴的話 我就會這樣回答 哈哈哈哈 好了 你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你明明答應了我 件事解決之後 你會出來跟我見面 但是現在只是拔個卵過來 那算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 那個塞住在你門口的虎子 我嘔一嘔 立刻想起 那時候我病到五顏六色 在寫質而清明上河圖那一晚 我家門口離奇地多了一尊虎子 這件事來得很QK 不過後來的大事一件接一件 我就把這件小事炮至老後 夜虎當門 必要傷人 我提醒過你謹慎 結果你就不聽 蛤 黑仔 你 是你放的 那個時候 我已經想著見你一面的了 虎子裏面 就藏了我的地址 只要你手眉細心些 就可以發現 可惜 可惜 你那時候急火攻心 什麼都沒有注意到 看來我們兩個機緣味道 不可強求 我立刻發猛 就說了 你這樣 真是沒有口齒 你可以去找找的嘛 如果那隻虎子未被人拿走 證明我們還有緣分 你按照這個地址過來 我在這裡等你 那個電話吸斷了之後 我放下的話筒 噔噔聲 亦到四匯齋店前 四周都這麼忙 很快就發現 那隻虎子 還好好地趴在牆角 身上鋪了一層層 流離廠這個地方 人結地零 連透耳那個都很有眼光 好像虎子一樣 拿來做夜壺的事 那些賊根本就不蝕偷 我將它抱起身 放在玻璃櫃上面 來回觀察 很快就發現虎口深處 似乎還貼著一張紙 我伸手去拿 將一張紙打開 上面一行很工整的墨字 我非快讀了一次 一路讀 我心就不停 噗噗噗噗噗噗的跳 我沒有辦法不激動 這幾十個字 我會將我帶到 那個我一直苦苦追尋的老潮縫那裡 老潮縫是我們許家的大叔敵 李日客終於到 我一秒鐘都不想耽誤 將張紙塞了落袋 退開門 昂手走出去 外面強烈的陽光 直接射進店裡 如今此步 好 好一個艷陽天 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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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